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 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布施功德 八功德者 一 澄清 亦此方浑浊 二 清冷 亦寒热 三 甘美 亦咸淡烈味 四 清软 亦沉重 五 润泽 亦水加速 浮褪色 六 安和 亦急暴 七 除饥渴 亦生冷 八 长氧猪根 亦损坏猪根及粒粒增病 梅腻等也 这个八功德水的具体的名称 是来自于玄奘大师翻译阿弥陀经 那是称赞净土佛社寿经 把这个八功德水的名称把它翻译出来了 那保持里面的德水 八种功德水是从哪来的? 从观经里面我们了解到 有摩尼宝珠涌出了十四只的水流 那个水呀 是那样的充满光明 异乡 说明这个水呀 是自性里面的德水 摩尼珠代表新王 所以这个从水里面 棱眼睛也讲了这个水 姓水真空 真空姓水 清静本然 周辩法界 随众生心 因所知量 透过这个水 就是它的实相 所以我们要认知这种自性的德水 实际上这八种特点 也就是我们自性的这种实相的功德 那么水 这种清静本能的水 随着静缘 它可以生出八功德水 如果随染缘 随造业的缘 可以赶得地狱的那种粪鸟 那种油锅 那种血河 那样的一个水 它会变的 随众生心 因所知量 随夜发现的 那么这个八功德水 是随着阿弥陀佛的静业 究竟圆满所显现出来的 它正好跟我们缩破世界的水 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 比如第一种是澄清 西方净土这个水压 非常的清澈 尽管水很深 但是它能够一览无余 能看到水池的底部 那正好跟我们这个世间的水 我们这世间是浑浊 很难看到这个江河湖泊的底部是什么 水是浑的 现在谈这个浑浊 也是愈演愈烈 这个水也是跟众生的业力 所相对应的 现在我们看到建筑豹端 平凡地看到我们的各种河流的污染 黄河 长江 各种湖泊 直接威胁到饮用水 蓝藻 这些都普遍在一些自古以来 没有出现的湖泊里面出现 这种大家的欲望 化工厂啊 这些东西 名利呀 又没有排污洁净的设施 就把这个公共的江河湖泊 作为共同污染的地方 那就越来越浑浊了 当我们看到衣报庄严 也是有机的整体的时候 就好像我们血管里面的这个血管 如果被污染了 血被污染了 这个人的身体会怎么样 如果一个外部的环境的江湖泊被污染了 这个大地生病了 大地生病了 我们的身体也会生病 直接的饮用水就会浸到我们身体里面 我们也是由人体跟外界是同构的 我们人体70%是水分 外面也是70%是水分 外面的污染 我们内心也会污染 所以病会越来越多 防不胜防 正因为西方净土的水 是那样的澄清 所以它就够能开神月体 在那个水里面沐浴 都能够使我们的心性得以开悟 使我们的这个法性离体得到一种喜悦 这澄清 第二是清冷 一寒热 西方净土的水是那样的清湛 冷 就是它的凉 凉冷 非常的清凉 那么无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它都不改变它清冷的这种水质 因为它是法性的水的特点 那相比较 我们这个世间的水 它会随着气候的转变而转变 在冬天零下多少度的时候 它水就很寒冷 甚至会结冰 像夏天这个时候 太阳一暴晒 它的水就很热 你看前上个礼拜 感觉我们水龙头水 冲下来水都是热的 我们这个水呀 就不如意 一寒热 三是甘美 净土的水 它是甘甜 美味 很好喝 比矿泉水还矿泉水 刘怡民君士 他在这里修行半年 定中到了净土极乐世界 正好在七宝池八宫德水里面 看到那么好的水 他就生起了一点贪心 自己想喝 旁边有个菩萨 看到他这个心里 他说 你喝你就喝 他喝了之后 非常的甘美 等他从定中出来之后 半个月 那个毛孔里面 都有他的香气 那么 我们这个世间的水呢 是咸淡烈味 你看大海的水很多 但是咸得要命 你不能喝 江湖的水 它淡 淡的没有味道 一切水都是很烈的味道 没有甘美的特点 第四是清软 易沉重 净土的水呀 它是有清阳柔软的特点 跟我们这个世间的水 沉重 正好是一个对比 我们这个世间水 叫水往低处流 它为什么会水往低处流 因为它的水性 它是沉重的 它是要往低处走的 那西方极乐世界 它不沉重 它的体质 它的构成是七宝构成的 净土的水 不是我们的清二阳 也不是天一生水 我们这个世间是天一生水 如果是木头建的格 怕它生火就叫天一格 就是用水来降那个火 那么它的体性不一样 净土是七宝 七宝是由它的自性的功德 所构成的 所以它有清阳柔软的特点 所以净土的水 它不仅能够向下流 它也可以向上走 循着那个树上下可以环流 这就是它清阳柔软的特点 它的水很柔软 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这个世间水 我们可能小时候都去游泳 到江里 湖里面去游泳 有时候会去跳水 我记得我小时候跳水的时候 感觉到都有的时候会吃亏 如果你高处栽下去的时候 稍微身体横一下 扑通一下子 整个前面的腹部 面对水这个扑下去 哎呀 一下子就感觉到 那个水的水质非常厉害的 身上都会红肿 它不柔软 它很沉重 你一下子没有顺着它来 你就吃亏上当 第五是润泽 就是这个水在身上可以滋润皮肤 这个跟我们这个世间水 浮褪色就是这个水会发臭 时间久了 它会变味 在一潭死水里面 它会变颜色 有时候变得这种特殊的那种黑呀 墨色 那种红啊 这些这些 退那个色 所以那个水给人感觉不仅不能润泽 而且对皮肤有伤害 那这些腐败的水 特别沼泽地带的那个水 它都会有毒气 它这毒气 一旦你接触瘴气这些 都可能会致人于死命 第六是安和 净土的水非常安详和缓 它水池的水就是那种涟漪轻波 慢慢地回流 回流转向灌注 就是波与波之间的灌注 能够形成一种阴声 这种阴声呢 又非常的和雅 这个水流的速度叫做安详徐氏 它的水都是很安详的 慢慢地流逝 不急不凡 所以表现了它一种安和的特点 那么我们这个世间的水 有时候也安和 但有时候会急爆 如果下了倾盆大雨 江河湖泊的水 山西的水 它就流得非常湍急 甚至非常的凶暴 这个凶暴就会形成水灾 就会冲绝低暗 洪水泛滥 这时候一洪水泛滥 那整个是我们讲洪水猛兽 催枯拉朽 这时候是非常可怕的 就好像海啸 我们看那些描述海啸 正在海岸上行走的时候 散步的时候 那个海啸一下子几十丈几百丈的浪风一卷 就把人全都卷进去了 把所有船全都卷进去 葬深海底 它那个急爆都让你没有反应的余地 不知道怎么就呜呼挨哉了 地区除饥渴 一生冷 极乐的水它有一种力量 不仅能够解除干渴 而且你饿了的时候 喝这个水也能够除饥饿 能当饭 身体力量马上恢复 那么跟这个相比 我们这个世间的水就生冷 生冷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个水里面有很多的微生物 有很多的细菌 我们的水如果不经过烧开一下 我们那个水都不能随便喝 喝了会有麻烦事 那么生冷的水里面 它有很多的寄生虫在里面 比如我们这个六十年代 那个血溪虫 尤其在江西一带 像鱼干纳 鱼粥这些 都是血溪虫非常非常泛滥的地方 这是通过水来传播的 第八 常养猪根 易损坏猪根 极力力增病 没腻等也 就是西方净土这把功德水喝下去 不仅徜徉我们身体的六根 而且还能徜徉我们的这种法身会命的这种善根 相比较而言 我们这个世间的水就没有这个特点 你搞得不好还会损坏猪根 你这个水不能随便弄啊 如果你耳朵里面进了水 你的耳根就坏了 你得赶快把它弄出来呀 它损坏猪根啊 你的鼻子进了水 你得要弄出来 它这个猪根进了水还不行 为什么不行 它有损坏的特点在里面 尤其这个水是粒粒 粒粒就是不和不顺 它不和顺 有时候它一发起造来了 那真是水灾 自有人类以来 这个水灾是人类的一大问题 这个滚治水没有治好 他的儿子大宇治水才成功 成了一个民族的英雄 圣君就是把这种粒粒的洪水的灾难 给它摆平了 那么这个水呢 它会增病 就是刚才讲 它有一种传播病菌的东西在里面 你不会游泳 掉到水里去了就会灭顶之灾 溺水 把人溺死 这些都是我们这个世间 这种供业所感的水的不如意 和西方净土八宫得水正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 好 我们知道这个水是生命的来源 这里面它为什么要讲八宫得水 我们在这个世间诞生的人 十月怀胎里面 它也是在水里面 在母体的水里面 那么西方净土这种清净的清虚之身 法身之体 它诞生也是在水里面 但是它诞生的这个水是那样的澄清 那样的甘美 那样的安和 而跟我们在母体当中 那个水的污浊正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 那么极乐世界的水不仅有这八特点 八种功德 而且它功德无量 比如它的水还能够讲经说法 它的水能够随往生者在这里沐浴的念头而满足 想这个水浅一点就浅一点 深一点就深一点 温一点就温热一点 凉一点就凉一点 随人所欲 而且你在那沐浴之后 再坐在莲花上 再思维再念佛 都能够 当你没有的出果就能挣到出果 得到出果会能挣到二果 没有发菩提心的能够发菩提心 那么以发菩提心的能得几种不退转 得多少无声乏忍 就通过你沐浴以下 它对你倒夜的水平都会向前有一个很大的进步 这都是水所谓的开神乐体给人的利益 以水来做佛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